老花姨每日一早 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发问题 老花姨 自主花懒人盆转土盆 刚开始没事 现在修剪过一查 现在成这个鸟样子了 嘿嘿 臭宝 不是肥大就是水大 另外呢就是有点冷 就那种感觉了 大家一定要了解 你养个自主花 你是他吸水 他没错吸水 你想想冬天咱们这边 气温不那么哇塞 光照不那么哇塞的时候 没事的时候老浇水干嘛 你发现了吗花友 你这个现在特别像烟咸菜 特别像烟咸菜 我不知道你磨了多少肥料 不知道你浇了多少水 你也不敢给它光照吗 没事 自主花晒不死 晒死了你来找我 自主花太阳 你就算40度你给它晒太阳 只要不缺水 它就晒不死 明白吗 哎呀没有光照的时候 就休这点吧 改天交给我烟咸菜 老花姨你好 想请教一下 桂花胶液严重怎么回事 还是根部出问题了 这个就跟我们之前讲过的茶花 也是一个道理 像大家要养桂花和茶花的时候 一般出现这种胶筋呢 都是因为空气湿度非常的干燥 空气里面很干燥 第二个呢就是盆土里面浇水过多 它就开始出现了小的一点点那种积水 胀根烂根 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好吧 所以说花儿门也要盖它这个点 另外呢 桂花不是说不能晒 是可以晒 再有一个桂花和茶花还有一个 它喜欢热酸性 大家尽量的储存雨水来浇花 如果没有条件的话呢 就要用到什么呢 叫繁肥水 用这个东西 有的话说用硫酸液硫酸液不好用 好吧不是说不能用 下个车包老花姨我又来了 月姨白色的点 感谢 没事 没事没事你光草给竹吃它用点肥料 不行就修剪好吧没事 老花姨你好百合竹没救了吗 百合竹 快了快快隔屁了快隔屁了养的 养的 还行哈 快死了下回别这样养了 一个是什么呢 你虽然说套了个盆但是你日常的时候浇水特别的不注意也保 好吧 浇水要给足的 你这样浇水很容易它就是浇完就漏浇完就漏 你像这种长满盆的一个根 你可以换盆了 你如果不换盆浇水一定得注意 不是说你随随便便一浇 浇了水它就漏了浇了水就漏了 现在还是浇水的一个状态 好吧 另外像这种瓷器它是 非常缺乏营养的 你看到叶子就长得那么长都软了 你还不浇水还不是用点肥料 两个点缺水缺肥 但是别再过了 我怕你脚网过正就麻烦了 这个我家的苹果薄荷柠檬香草莓香味的咋回事 剪光了重新长的你给足太阳 给足太阳现在就是缺光 光照不好它就肯定没那个香味 你想想你在家里面养的 跟那个在棚里面养肯定不一样 在棚里面它相对来说比较密闭 它长得比较快 它没事的都给散味道 在咱们家里面 空气那么流通 你能闻到才怪了呢 好多的花肉就说 哎呀老花姨我家那个百合怎么没有香味了 刚买来吃肉可香了 嗅觉疲劳了 你闻的时间长了 对吧 就感觉不是那么回事了 身在福中 不知福了 下个厨房长肉花 金狐狸叶子上的点点是病吗 没有事吧 这种没事 谁还不长个斑了 还不长个痘了 就跟人一样 青春美丽痘 你看 我也上火了 长了个痘 没事啊 今天养问题就到这了 觉得不错 今天点个赞 请养养问题 视频要留言 我老花姨 养花最正义 白了 嘿